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新北市政府职业训练中心 为新住民朋友所开办的网路学习课程 今天非常开心也非常荣幸 邀请到我们的食神主厨 麒文老师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麒文 老师 今天我们要教大家什么样料理呢 马铃薯炒鸡丝 好 那赶快来看一下这道料理 我们需要准备哪些食材呢 主材料 鸡胸肉 马铃薯一颗 马铃薯一颗 其他就配色啦 青椒 青椒又出现了 对 青椒真的很喜欢出现 红辣椒 然后蒜头 所以其实在搭配食材当中 如果你看看淋淋种种 也不知道要挑什么 先挑你的主食材 主食材 对 主食材两个挑起来之后 配色挑完 爆香料挑完 结束 调味料的部分呢 太白粉 香油 泥酒 还有醋 那醋呢 等一下会跟各位讲解 醋在这边的作用是什么 好的 少许的一个酱油 胡椒 然后糖跟盐的部分 还有味精 了解 所以是白醋 对不对 还不是乌醋 记得不要挑错 因为我们这道菜叫做 马铃薯炒鸡丝 对 所以你不晓得切什么时候 鸡是什么东西 鸡丝 所以我们马铃薯就切成丝 所以就是非常非常的好记 好 接下来那样要切成丝了 好 记得我们切完 你看 湿湿分明 好不好 湿湿分明之后呢 我们要准备一锅水 水 在我旁边 对 然后我们要加入 这是要干嘛用的呢 我们要加入白醋 白醋 对 因为切碗当中有可能 少许就好了 不要太多 因为我们怕变色 变色啊 对 马铃薯会变色 鹤变 而且记得泡的过程当中 醋不要加太多 是 好 那这边OK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切 我们这个青椒的部分 好 我们先把这个马铃薯呢 放在旁边 接下来就开始来料理青椒 青椒同样也是要把它切成丝 那在这边青椒的长度 是不是要比马铃薯丝再短一点 对 没错 雨洁开始进入状况了 你看 常常收看我们的节目 就算你完全不会煮菜 你也会慢慢吸得一些 你知道料理的技巧 是 一目了然 一看就懂说 今天我们在做什么料理 是 就像我知道现在很多的程序 该怎么走 或者是也知道 要怎么切它的这个长度 大小什么的 那老师还是希望各位可以 稍稠一色的好菜好不好 加油 加油 可以的 好 那两个颜色切完之后呢 最后又是一样 我们的基本的爆香料来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准备来切 我们那个鸡胸肉的部分 先一开二 然后把它平放 好 平放之后呢 我们要来片我们的鸡胸肉 好 先把它一片一片 其实道理都一样 就是你要切成丝之前 你要先把它切成片 然后再一口气把它切成丝 这样子 我们先把它一样 然后把它排整齐 好 排整齐是很重要的 现在记得我们在长度呢 大概也是五到七公分 就是大概所有的食材呢 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值 了解 对 那就不会说 这个怎么会有大有小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稍微的把它腌制一下 好 那腌制的过程当中 观众朋友如果记不住的话 老师我都会讲到 如果它肉的话 我们就腌 比如说盐 米酒 太白粉 那东西就结束了 好 所以听起来呢 不算是太难记 就只要有米酒 然后盐 还有太白粉 是为了要让它吃起来的口感 比较滑顺一点点 你看我都记得了 你一定也记得 一定可以的好不好 好 就用太白粉 好 再点太白粉 好 我们腌到大概五到十分钟之后呢 就要过下去做一个汆烫的动作啦 老师我们要来汆烫了对不对 是 好 我们大概水要滚不滚的情况之下 就稍微把它泡熟 OK 要滚不滚 我们有说过 如果你用大火的时候 就可能太老了对不对 对 好 而且很容易粘在一起 好 下去的时候 你把它拨散 对 好 我们就可以把它捞起来 好 大概整个过程 大概最多三十秒左右啦 那等一下我们就来进行 我们的最后的炒的动作了 下一个步骤 餐烫完毕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来炒了 是 好 首先呢 我们要热锅之后 加少许的油 两匙左右 然后我们要爆香我们的蒜头 来 是 好 蒜头我们大概爆香一下 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拿起来对对对 颜色很美 颜色依然翠绿 颜色非常鲜艳 但是没有任何的暗沉 没错 好 爆香的香味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要下我们马铃薯了 好 马铃薯 好 我们要确定马铃薯出去的时候 一定要有熟 一定要有熟就好了 这道菜不是要吃到像那种 烤马铃薯如此的那种 太绵密 不需要的 所以我们要准备来 下来我们调味料的部分 好 调味料 首先要准备什么 先下一次什么 盐 盐巴 对 好 我们一下 因为这道菜当中 其实味道比较缺乏 我们一下少许的味精 那可下可不下 好 下来少许的胡椒 胡椒粉 千万不要太多 不然它会抢马铃薯的风味 所以非常简单的判断标准 就是看说呢 这个马铃薯是不是有点可以 微微的弯曲 微微变形 对 好 继续下去了 好 继续下去了之后呢 再来我们的 双胶 双胶 要出动了 好 现在非常翠绿 马铃薯也软了 也熟了 好 我们就要起盘了 这道菜呢 它其实备料的部分呢 并没有那么的复杂 但是呢 所要注意到的部分 就是在于说 它整个做完之后呢 有没有很明亮 然后再加上呢 青椒呢 还是要翠绿的 还有呢 这个马铃薯也千万呢 不要呢 它要变色 所以呢 这个小技巧 一定是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了 好啦 希望呢 今天你也会很喜欢这道菜 那么呢 如果你想要知道 更多的资讯的话呢 可以上我们 新北市的 职讯中心的网站 来查询更多的消息哦 那我们就下次见了 拜拜